有些人被捕時 就會被鎖上手扣 想問問皇官 下手扣有沒有法律依據 有的 其實我們要看警察通例 和一系列的案例都寫得明 在某一種情況之下 例如疑犯有逃走的風險 又或者他有暴力傾向 有自殺的傾向 又或者警隊是替另外一個部門 壓解一個疑犯去某一個地方 警隊是必須要將那個疑犯下手扣 看到周庭被拘捕了 我們看到的 他就好像雙手臂下手扣 扣在後面 但其中有另外一些鏡頭 就拍到他原來沒有被人下手扣 周庭和黃之鋒都一樣 當時拘捕了他們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搏同情 將手擺在後面 根本當時沒有下手扣 昨天黎智英被押解的時候 就腰前鐵鏈 有人說是為了侮辱他 這個並不是侮辱 因為警察通例是有說到 在什麼情況之下 是需要用這個手扣帶的 譬如那個犯人是有機會回途走 或者他是干犯了一些很嚴重的罪行 又或者我們是幫第三個部門 把這個犯人壓上去法庭 因為在這個過程之中 沒有了這個保安的配套 所以是有需要用這個手扣帶 絕對不成立說 怎樣去侮辱他 純粹這些 我們是依足警察通例去辦事的 正手和反手有什麼分別 警察通例說 一般來說 犯人應該是將他的手扣在後面 但是當然有某一些情況下 是做不到的 譬如那個人的傷殘 是令到沒有辦法 將他的手扣在後面 譬如我們在那個環境之下 有需要他用筆寫下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那個環境之下 將他扣在前面